请把答案交到我手里 好的 谢谢你 石头 我们有分期 就是2比1 哦 有分期是吗 有分期 特别是在第一第二的那个名字上有分期 好 现在答案已经在我手里 究竟三位能不能在几位 这个优秀的模仿者当中 听出本尊小刚的声音呢 我即将公布答案 好的 因为这一轮的比赛的歌曲实在太好听了 男人海洋 小刚 我刚刚看到你在为选手就是模仿者鼓掌 为什么 因为我看他唱得投入不说 动作啊 包含我中间的转音啊 那个即兴的那个feel 他都唱得一模一样 对 除了对音乐的热爱 也是对自己偶像真心地在献出他的之间 对 很开心 好的 答案已经在我手里 好 看看陈杰和其他两位的评审 你们这个很妙的这个结果 究竟会是什么样子呢 请转动评审的沙发 看一看吧 妙还是不妙呢 不许答案于小刚 答案已经在我手里 让我来公布一下排在第三位的 这个是个不错的名字 第三位会是什么颜色呢 第三位的就是 恭喜你粉色的张琪 粉色其实是四个人里面节奏感错误最多的 但是因为会觉得说可能小汪哥为了故意摆一道 其实我压队宝了 对 你压队宝了 我就知道他们会这样想 所以都唱错一个派 好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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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我们请聪明的张琪站在第三个位置 恭喜你 谢谢 谢谢 好 我们来宣布一下下一个名词 这个名词真的很温暖 排在第二位的 第二位的会是什么颜色呢 最痴心的南京像海洋 爱在风暴力城墙 苦海时风平浪静的墨墙 见尽那一年那么长 挥手不送你几个 暴力借着我给不了的天堂 做的南京像海洋 爱在光阶时隐藏 而今生会记得散开胸膛 让我来恭喜一下 黄色的林雨昕 哇 酷们 小林同学 就是你刚刚在唱的时候 你的偶像小刚老师 一直在为你鼓掌 这什么感觉 我觉得很奇妙 这种感觉非常复杂 我等了十年 你可以模仿我去演 只要不要说是我就可以 我以后一定不冒充 谢谢 谢谢小林 谢谢 也恭喜你站在这样的位置 好 谢谢